书接上回 这就敲这个 我替别人提敲的 咱们书接上回 接着听您说 小身之力复仇的女人 第二集 醒悟一响 咱们是 闪亮登场 继续开书 感谢大家 第一期播了之后 反响非常好 你就继续说书 反正这周确实也没有什么天崩低天的事 你要这么说 这周还真有 真有 0.2秒给犯规 那别来这套 脸都不要了 那不算 那不算 还有什么天崩地裂的事 那不算 那记录台那表全都坏了 那也不算 那还不如0.2秒 那给犯规呢 这都在咱们这 这都算不上天崩地裂 你知道吧 还是您见的多 就是 所以个别一场比赛 能说明什么问题 不能 能说明中国篮球的问题吗 不能吧 对不对 是吧 这个NBA的甘宠说 NBA只能叫娱乐 是吧 大伙看着高兴高兴 上周咱们体育圈 真有天崩地裂的事 只不过可能有些穷迷朋友 比如不知道也不关心 上周大家看没看一个新闻 北京体育大学党委书记曹伟东 涉嫌严重伪计违法 正在接受调查 我估计可能有人看了 但是没注意 因为可能很多人会把它归结为 教育系统的事 那也确实 是吧 确实他是大学的 党委书记 但其实北体大党委书记 只是曹伟东的一个身份 其中之一 其中之一 他还曾经担任过 中国兵球协会的主席 在备战冬奥会的过程当中 很多射击兵球的跨界跨象 都是从他这审批 另外 曹伟东在北体大 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北体传媒 同时北体大也承担了 不少国家队的训练任务 确实 中国南岚有一段时间还在那 也在那 包括田径 很多队伍在那练 多年以来 自从曹伟东进体育圈 曹伟东进体育圈 跟着谁来知道吗 我不告诉你 我也不想知道 不能说 自从1617年 1617年 他进体育圈 他其实一直是 体育系统里的一个风云人物 所以这次他落马 可能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可能说后边还有大新闻 后边还有曾经体育系统里更高层的人物 人家是个萝卜 拔出来了 对 今年两会期间 现在的国家体育统局局长高尔丹 高局也说了 要坚决惩治体育领域腐败 坚决打击 假堵黑 大力整顿行业风起 中国的体育系统确实到了 必须要内部清洁的时候 那么为什么给大家说这个呢 因为一来这是过去一周里 中国体育系统里最大的事 最大的事了吧 比你那个大多了吧 大 是吧 那个时间 我也没在比你那上学 那场我买票去了 你的感受比较直接 二来咱们 你看咱们讲这个故事 小山之力复仇的女人 何之力为什么要去复仇 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故事 只是说没有 就是没有那么确切 那么我们在讲这个故事 我们在回溯这个 那个时代的时候 在讲中国乒乓球队 和中国体育的历史的时候 就我有时候啊 就还是挺怀念 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单纯 你知道吧 矛盾任何时代都有 暗箱操作 任何时代都有 但是那个时代呢 所有操作的出发点 基本上不是个人利益 其实某种意义还挺好的 对吧 那不是个人利益 当然我们 我们敢于把个人的诉求 追求说出来 我认为这是时代的进步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 就是我们30年后 再讲何之力复仇这个故事 我觉得何之力可以算多 就是说思潮和时代的推动者 他让很多人回过头 去思考个人和集体的关系 这个去思考个人价值的重要性 在我们过往的 非常长的时代里面 没有人敢提个人价值 休于提个人价值 一切都以集体为上 是吧 这是值得我们去回溯的 这是我们在这个故事里边 就是想去体现 接下来我们就闲言少叙 这回书接 上回 又敲一回 是吧 上回书说到呢 何之力初登士兵赛 好多朋友一听 好士兵赛来了 到核心阶段了 其实他没有 不是这届 我们说的何之力第一次打 时兵赛是1985年第38届 时兵赛 这是在瑞典戈德堡的那届 这是何之力第一届 当时他是21岁 这届呢 他是跟耿力娟大姐 跟佟玲 佟玲知道吗 佟玲36届的女单的冠军 这时候已经38届了 还有戴莉莉 一块拿了女子团体的金牌了 38届他们把这个 拷比轮杯给拿了 但是他最想拿的女子单打 何之力最想拿的女子单打 没拿着 一出来就让匈牙利名将 叫巴托菲给淘汰了 这个38届的女单冠军 知道谁吗 谁呢 就是何之力在上海队的大师姐 在女团资格战里边 被何之力淘汰了的 正好被何之力给挤出去的 乒乓女皇 曹燕华 这个咱们上回书说了 曹燕华你别看 就比何之力大两岁 他入选国家队非常早 他已经在中国女子乒乓球队 拿了35 36 37 三届的士兵赛 女子团体冠军了 而且呢 两年前的第37届士兵赛呢 就83年的时候 曹燕华就是女子单打冠军 要不然怎么乒乓女皇呢 但就是因为呢 他在38届之前 这个北京上海天津 咱们讲了 三场热人赛上状态一般 他的位置就被教练族给了 何之力了 那么曹燕华当时非常痛苦 是吧 因为那个年代 团体冠军成员 被视作有至高无上的荣誉 在个人荣誉和集体荣誉上 那几代中国人从小受的教育 都是把集体荣誉永远放在前面 大家都认为团队荣誉 那是最重要的 就是可以牺牲小我 是吧 对 但是38届团体赛呢 没让曹燕华上 曹燕华其实也很痛苦 但是人家积极调整自己 最后38届 他未免女子丹打冠军 38届最后男丹冠军 知道谁吗 其实这个我真知道 江家梁 是吧 江家梁 帅极了 是不是 这算不算这些年里边 这中国拼鸽球历史上 不算 他要跟李芙蓉站一块 我觉得还是李芙蓉更少 但是江家梁那个时候 就是这个影像资料就比较多一些 影像资料比较多了 对 这个李芙蓉年轻的时候照片可能很多 我李叔的照片可能很多朋友没看过 那那确实太帅了 江家梁也是特别帅 就从这个背景 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个背景 就是说中国乒乓球队的教练组 其实是对任何人都没有偏心眼的 是吧 说我对谁偏心眼 我对你合适力不好 并没有 对任何人没有偏心眼 就那个年代的教练和团队都是一切也是为国家荣誉 你曹彦华人家这种实力和资历 这种国际知名度 几个人再没打好 就能被从团体赛里边拿下来 合之力小年轻年仅21岁 状态好 那你就上 培养你 每届都得培养一心人 是吧 教练组就信任你 就是你看人家这个教练组的这个选择 是吧 对 是吧 就是说教练组做调整的出发点 不是个人关系和个人喜好 咱们这得说清楚 大家得理解这个事 而他们认为谁能够给国家争得更多荣誉 是吧 这个包括发展 谁有更多的这个更大的发展 还有组织的意识 就是组织认为谁应该赢 这个在那个年代很重要 组织认为谁应该赢 这个而且您往后听啊 这个组织认为谁应该赢 这是乒乓球对的当年的一个传统 组织认为谁应该赢 谁就赢 谁 就让谁赢 这你听着可能不符合体育规律啊 但是从中国乒乓球队 从60年代开始 为国争光开始 这就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一个意识 这个意识谁定的知道吗 贺老总定 贺龙元帅定 新中国的第一代的体育界的领导人 领导人 他定的 你要不服跟他讲理 是吧 长沙那像在那呢 所以呢 和尼在这个整个这个复仇的故事里啊 您往后听啊 就是他在遭遇中所出现的这个情绪和反应 之所以不被这个故事当中的其他人理解 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呢 就人们普遍认为 你就应该理解 就教练组和领导并没有对不起你 或者说并没有对你区别对待 就是都是遵循在谁更适合去为国家争夺荣誉 这个大原则下边 该让你上的时候也让你上了 是吧 那么为什么让别人上的时候你不同意呢 这是我们今天就是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 时代思维的交织和冲击 是吧 是最让我们去回味的 就是人家那时候讲的 跟咱们现在的李铁 他们这个可不一样 那不一样 那时候没有钱 拿不拿 确实是 真的 就包括到了这个区别最大的 区别最大的是分水岭 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分水岭是92年巴斯罗纳奥运会 就是92年奥运会的冠军回来之后 各种国家荣誉和地方的奖励就上了 就真的有奖金 真的上了 那一下就体现出一个冠军选手 和你没拿金牌的运动员的区别了 而且那种区别是巨大的 在当时那个背景下 就是一个冠军选手 我就拿一个金牌 回来拿这奖金 这辈子我够了 直接起飞 92年 当时给人冲击是非常大的 是 巴斯罗纳奥运会 因为88年 汉城是兵败 汉城没比好 92年直接起飞 在整个九年代以前 拿没拿冠军回来 其实从物质上 有差距 但没有那么大差距 是的 差别是非常小 好 您继续 数不要麻烦 接着往下说 这个1985年 哥德堡时评赛 何志利是代表中国队 拿了女子团体冠军 单打输了 他回来 他握心肠胆 努力训练两年 光阴润染 是岁月如苏 一眨眼 87年 在新德里 第39届 世评赛开打 这时候 何志利已经是中国女队的 就是说是 非常知名的运动员了 23岁 23岁 黄金年龄 但是呢 这一届打团体赛的名单里 反而没何志利了 咱们刚才介绍了 上届四名打团体的 这个四名运动员是谁 耿李娟 何志利 同龄和戴莉莉 这回这名单里边 把耿李娟和何志利都拿掉了 同龄当时已经不在队伍里边 就那时候以何志利的水平 要论绝对能力呢 他应该能进女团 但是呢 乒乓球队的总教练 许少发 还有女队的主教练 张谢霖 这我们上回书都说过 是怎么考虑的呢 当时中国女队的主要对手 就是韩国队 那么除了韩国队之外 其他队对中国队都行不成威胁 那么当时来说 韩国队的女队的头牌 叫梁英子 中国队运员里边 打梁英子最好的是谁呢 就是戴莉莉 戴莉莉单打没输过梁英子 所以戴莉莉必须上 第二就是焦志敏 焦志敏知道吗 漂亮 是吧 焦志敏 漂亮 左手横拍两面进攻 87年全运会 与三打冠军 当时状态正加 因为这就87年的事 人家拿完全运会 那是最激烈的比赛 国内 拿完全运会冠军 状态正加 所以得有焦志敏 后来焦志敏也走了 88年汉长运会之后 出走韩国 嫁给韩国人叫安仔亨 是的 焦志敏为什么走 焦志敏和何之力 有相同的命运 这咱们先放下布表 后边再说 再有张谢霖指导 想锻炼新人陈静 每届锻炼一新人 上届就锻炼的你何之力 这届锻炼陈静 让陈静在团体赛里 为什么让团体赛锻炼 有大姐给你拖着 有一些比赛 去打个三单上去 体验一下大赛 体验一下 万一你输了 没事有大姐给你拖着 对 是吧 这个上一届 何之力就是这角色 当时何之力最小 就为了锻炼他 这一届人家要锻炼陈静 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一年之后 汉长运会女单冠军 就是陈静 是吧 这个咱们上回书说过 后来陈静去给中国台北打球了 就是说实话 就那么几枚金牌 对 是吧 对 那么所以教练组 就通知何之力 这回团体赛可没有你 但是单向何之力全都参加 女单女双混双 这仨项目他都打 这里边何之力最看重的就是女单 他自己也说了 说我这回就是冲着女单冠军去的 这是证明我最强实力的 那么这几个 就是你不让我打团体 他不让我打 不让我打 但是女单就绝对体验实力的 我就要体现我自己 那么这几个项目就岔开了进行 那么除了女单之外 何之力混双 打混双也很顺 混双他跟谁组队呢 他跟何志文 何志文何之力不是兄妹 确实不是 何志力的智是智慧的智 何志文的智是志向的智 何志文何之力 组队打混双 他们也进了半决赛 打的半决赛 何志文何之力二合 打谁呢 惠军耿力军 也是一队中国选手 这个眼看比赛就要开打了 这个就是要从那个宾馆 就发车奔那个场馆了 要下楼 这主教练许少发一喊 就把何志文何志力喊住了 你们两个等一会儿 什么口音 也不知道什么口音 这个 不是八一队运动员 你们两个人等一会儿 这何志文当时就感觉不好 他是早有预感 因为什么何志文入选国家队这么多年 没拿过世界冠军 就甭管什么项目 就想拿一回世界冠军 因为那时候中国乒乓球队的很多运动员 就怕就出发前教练找你谈话 因为眼看比赛要打了 这时候肯定不是不值计战术准备了 在中国乒乓球队这个集体里赛前出发前谈话 99% 就是让你让球 队里决定让谁上 谁就上 果然 许少发跟何志文和何志力说 你们两个队里面决定了 这次 让惠军和耿力捐上 你们两个要让给他们 惠军听说过吗 他跟李慧芬是父亲 后来支援香港队 在香港队当教练 香港队带出不少好队员 说让惠军和耿力捐上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们俩特点克制哪队外国选手吗 这回不是 那边进决赛的是江家梁和焦志民 也是中国选手 就是说那边已经我肯定是包揽金牌了 已经包揽金牌了 那为什么还要让惠军和耿力捐上呢 因为耿力捐38届的时候 两年前在哥德堡受委屈了 你知道受什么委屈吗 不知道 你不知道 真不知道 挨了教练一大嘴巴 一个教练 但是不是他的教练 这咱们这儿不提名了 不是他的教练 一大嘴巴打他了 队里边当时没有处理 等于耿力捐在38届的时候是忍辱负重 反正顶下来了 而这回是耿力捐最后一次打世界大赛了 您听盘根错节 耿力捐受了委屈了 而且最后一次打世界大赛了 再加上他的搭档惠军 这次打这南单的时候 惠军四分之一决赛 按照组织安排 按照队里要求 惠军让给江家梁了 耿力捐上届受了委屈了 惠军南单的时候让给江家梁了 所以在混双的时候 这队里边都是平衡考虑 你知道吧 一盘大棋 所以到混双的时候 就球队里边要给惠军和耿力捐一个补偿 这玩意是这样的 他们的队里边得有个账本 反正人家都在主教练 许之导 把许之导肚子里边 这不得有个书记 男队总教练 女队总教练 然后整个球队主教练 仨教练 咱们一块商量 这儿欠他的 那儿欠他的 咱们这儿哪回荣誉补 也不能老让一个人吃亏 反正咱们转圈补 但是这里边也要考虑什么 也要考虑中间 你比如说面对哪个外国选手 谁更有把握 综合所有的因素 考量还有刚才说了组织的意识 贺老总传下来的 组织让谁赢 体现什么 就得谁赢 谁赢代表什么特殊意义 这些综合都得考虑 我跟你说 这难着呢 他们后来这拨人把这精神发展到咱们这边裁判界里头了 那不知道 但是人家有成绩 你说着 平中国平盟就是对 横行世界 这么多年 是吧 反正人家就是一盘大棋 我们把成绩算没了 你们算没了 是吧 咱们算没了 是吧 人家成绩好 对吧 多少年来 到当时来说 60年代到80年代 20多年 2030年 这都是中国乒乓球队的 就是队内的重要传统 我想补充一句 监听的同志也没想到 也没想到 是不是 气死你们 从哪儿到过去 而且肯定是这样 有很多的听友觉得我们这一段是录的 不是 告诉你们不是 别来这一段 气死他们 是吧 我好说 痛快了 痛快了 喝口水吗 你必须 我痛快了 等一下 咱接着往下说 四强里边三队是中国选手 中国队安排谁拿冠军 谁拿冠军 所以队里最后研究决定 这个混双冠军是让耿力娟和惠军拿 所以不光半决赛何志文何志力是让给他们了 到决赛江家梁和焦志敏还得再让 一路绿灯 一路绿灯 让耿力娟和惠军拿这个混双冠军 所以许少发指导一通知何志文和何志力 何志文就很痛苦 何志文知道这是我最后拿世界冠军的机会了 没拿过 我没拿过 因为他回回 反正他赶上了 倒霉的老是我 要不然是他没打过 要不然是安排他让 就是不让你让的时候他没打过 他没打过 好容易能打过 他打过的时候安排他让了 你知道吧 他很痛苦 他说我早知道这样 我还不是早输了 累死累活 到头来还是得让 他也有怨言 但是在那个时代 队里的安排就是命令 你必须得服从 所以何志文和何志力还是让 打完这一截 后来何志文远走欧洲 走了 后来他代表西面亚队打球 他成了海外兵团之一 何志文这么多年 到后面这几年 都已经到这个年龄了 在士兵赛上应该还是赢过 咱们海外的世界名将 他还打呢 我忘了是有一年的 我听友们可以给我们补充一下 我现在因为我们也没有查资料 我忘了是波尔还是谁 就当时很厉害 然后第一轮一上来就输给他了 当时已经是老将了 这跟金乌猪被那谁 爆提 金乌猪让牛搞提 不是牛 咱们水浒传老英雄胡彦卓 胡彦卓 这道理差不多 当时已经变发奔白了 是吧 所以何志文上西面亚了 咱们这么讲的 你看这个 为什么给大家讲的这些背景 盘根错节 因为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你必须全说到 您才能体会那时候 中国乒乓球队的文化 是吧 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这个咱们放下不提 单说何志利 好 何志利也服从球队的决定了 因为他也清楚 这就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传统 一切为了集体 因为就在那个时代 国外的选手 有一种共识 就是说 老觉得中国乒乓球队在操纵比赛 他又没有证据 这种操纵是什么 就是我不愿意碰上哪个中国选手 最后准让我碰上他 反正中国的教练员 对那相生相克 研究把握的特别透 我躲来 我准躲不开 他准让你碰上最难受的 他们从来不相信 是我们中国运动教练员的水平高 他们比较单纯 是吧 他们这不单纯 单纯不应该就是相信 咱们教练员水平高吗 他们会 但是何志利 把混双让了以后 他就对女单 寄予更高的期待 因为团体也没打 混双也让了 我一定得拿女单冠军 但是其实在教练组的这盘大棋里 本来女单总教练许少发和女队的主要练张谢霖 许市长和张市长打算八进四 就让何志利让的 他打算早就让何志利让了 让给谁呢 让给陈静 他全是中国选手 因为什么 因为陈静这时候是重点培养对象 咱说了带着他打这个女团了 是吧 带着他打女子团体 他是重点培养对象就要培养他 所以大家看我讲这故事 因为现在议题操纵比赛结果 准是黑幕 假球肯定涉及利益和个人关系 对 我为什么说那个时代没有呢 就您听我这段 是吧 就是本来是打算让何志利放给陈静的 让陈静上 但是呢 进了四分之一决赛 就进了八强之后 哟 一看这形势 教练度一看形势 上半区是陈静对何志利 然后呢 是萧球守管建华对朝鲜的李粉基 这上半区是这四个人 许少发指导和张晓霖指导俩人一碰 因为陈静和何志利先打 然后是管建华对这个这个李粉基 两人一言就说那管建华可能赢不了李粉基 如果李粉基赢了管建华 接下来李粉基怕谁呢 就李粉基更怕何志利还是更怕陈静呢 两人一言就李粉基这风格他怕何志利 所以何志利打李粉基何事 那行了 别让何志利让陈静了 让陈静让何志利 全是安排啊 是吧 你说厉害不厉害 是吧 我说让谁谁就赢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乒乓球队 所以呢 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场呢 这新秀陈静呢 就放给了何志利 因为当时都是临场定的 对阵一出来 临场立刻定 立刻比 所以当时呢 这个那场球特别有意思 陈静对何志利这四分之一决赛特别有意思 女队的这个主教练张谢霖 张二导 张二导马虎了 因为他可能跟太多人说的太多 你知道吧 每天安排 你整个队伍这么多事 太多 他什么呢 张二导光跟何志利说了 队伍里面研究决定了 这场球你上 陈静放给你 他跟何志利说了 他忘了跟陈静说了 你知道吧 你何意不跟何志利说吗 你得跟陈静说 你得放给他 反了呀 反了 他因为脑子里边 教练脑子里边 算盘 他装子太多 他忘了跟陈静说了 账本确实 账本 陈静不知道 好 陈静上去 真找我 你没说我就这么打吗 当时陈静小年轻啊 出生牛犊不怕火 也挺厉害 好 第一局俩人各逞英豪啊 全礼付 陈静二一比十九 先下一城 真打 真打 啪啪啪 二一比十九 反正也是棋风对手啊 将举良才 陈静先赢一局 这赢了 第一局打完 那何志利捡球啊 因为张二导就坐在那党板外边嘛 这捡球 这何志利就一直看张谢霖 那意思怎么查啊 人家不能说北京话 北京话怎么查 哪能为斯蒂拉 哪能为斯蒂拉 怎么回事 他怎么赢我了 那意思怎么着 不是他放我吗 一直看张玉玲 张二导这时候 又一拍脑子 张二导知道 把发型跟你差不多 前半截也没有什么头发 把一拍脑坏了 我给忘了 忘了跟陈静说了 这时候 张二导才把陈静拉过来 说你放给何志利 放给他 阿哥给妹妹讲一下 我就给你放给他 用上海话继续 能苏北 这时候才跟他说 陈静临场一听 打着那第一局都赢了 但是新秀 以后有机会 没二话 要不然 要不然第二年 这个88年 人家拿着呢 而且汉长奥运会那里边 也是队友放 保着陈静上去 这时候让你说你听话 后边有人保你 这个没二话放 所以后三局 21比15 21比14 21比15 你这放的 和志利利联省三局 你看人家这叫不叫墨气球 这墨气球 这水平打的 就这么多年 数十年历史上 看中国乒乓球队比赛 这么多观众 都被人发个微博 说这是假球 废话那会没微博 关键还是操作水平 是吧 操作的好 他根本看不出来 所以操作水平太低 有时候容易把真球 也打成了假球 你知道吗 是不是这么回事 太好笑了 少乐 那么陈静就放给和志利 和志利准备打离粉机 结果 最后一次打世界大赛 管建华 没想到管建华把离粉机给办了 因为陈静和和志利是先打 和志利出来就奔着离粉机去的 结果离粉机输了 输给管建华了 三比二管建华 立琴离粉机 进半决赛了 这边半决赛 上半区半决赛 何志利对管建华 这就俩中国运动员 下半区谁呢 下半区这半决赛 戴莉莉 也是中国运动员 对韩国头牌梁英子 等于这四强里边呢 三个中国运动员 咱们前面说了 戴莉莉怎么样 专打梁英子 为什么带她去团体 就因为戴莉莉 打梁英子没输过 但是教练组 中国的乒乓球队教练组 就是这样 你说你应该放心吧 那不行 一个保险还不行 我非得双保险 就是说 如果万一 戴莉莉要输给梁英子 那么何志利和管建华 谁打梁英子 更有把握呢 好这双保险 梁英子更不乐意打谁 教练组反复研究 觉得梁英子连续征战 消耗很大 而且最近好像身体不太好 管建华是销球手 管建华是销球手 何志利横盘 管建华是销球 管建华能磨能耗 多打来回 能从体能上拖垮梁英子 所以整个教练组在赛前决定 何志利和管建华的半决赛 让管建华上 何志利得放给管建华 万一戴莉莉要输给了梁英子 那得让管建华打梁英子 所以就在半决赛开始之前 眼看要出发了 女队主要恋 张谢霖指导就把何志利叫过来了 张二导一叫何志利 小何 一叫何志利 何志利脑袋就嗡了一下 咱们刚才说了 大家都知道球队这习惯 这时候叫你 没有别的事 准是这个 张二导就说了 这场球你要放给关建华 何志利当时就觉得五雷轰顶 何志利想反对 想辩驳 凭什么 可是中国乒乓球队 二三十年来都是这么过的 大家都是这么让的 服从命令听指挥 你也只能听指挥 多大的牌 多大的明星 在这都得听指挥 可是转念一想 何志利不甘心 我 你也三岁了 你也三岁了 二十三岁了 你您说 现在二十三岁 那是小将 那个年代二十三岁 那就不算小了 运动员打到什么 二十六七 二十七八岁 普遍 就退役转业了 因为当时运动员 没有那么大利益 也没有那么大社会声誉 不挣钱 得为自己后半生着想 何志利经常跟自己说的一句话 就是进国家队 不拿世界冠军这辈子就白活 他心气挺高的 上海姑娘心气高 何志利想凭我的实力 我不信我拿不着世界冠军 但是要是凭教练组的决定 教练组是根据他觉得谁最有把握 我在中国乒乓球队这个集体力 我恐怕永远是给人垫背的 我就跟那何志文一样 我那搭档何志文一样 我永远是给人铺路的 铺路时 垫脚时 到什么时候也轮不着我上去 这回我可不能让 不让 球是我给自己打的 好 这中国乒乓球队没有这种事 那何志利想到这 暗暗打定主意 他一摇嘴唇 他就不说话 张二导跟他说 他不说话 张谢霖呢 张谢霖布置完了就完了 因为中国乒乓球队从来就这样 跟你说了 你就这么执行就完了 你还有多的意见 你要不听 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又不听 伟大的运动员在中国乒乓球队 再伟大 你也得服从命令听指挥 所以张谢霖根本就 在没往那边想 何志利呢 那时候脸色不好 情绪不好 不说话 那姑娘有点情绪很正常 是吧 让他自己调整调整就完了 说完就出发了 大家到赛场 准备比赛 张二导说完就走了 上车 走了 这何志利 对管建华 戴利利打梁英子 这是两场半决赛 同时开打 但是呢 这个现场呢 当时所有人 所有中国代表团的人啊 都看戴利利打梁英子 你何志利对管建华俩中国人打有什么意思 而且对内的都知道这球已经安排好了 何志利放给管建华 管建华赢 就更不看了 这没什么看的 都给戴利利加油去了 那边戴利利跟梁英子俩人饿着 这何志利呢 他在这边 他一边打着管建华呀 他一边啊 他老瞄着那边比赛 他打一球的回头看看那边 打一球的看看那边 他怎么想的呢 要是戴利利把梁英子给赢了 我就不用让管建华了 对 也反正 谁上都是冠军 谁上都是冠军 都是中国冠军 都是中国冠军 都是中国人了 要是戴利利输给梁英子 那可就不好办了 所以他盼着戴利利赢 那么他这边 他打俩球的看看那边 打俩球的看看那边 结果比赛开始阶段的 那块台子上是戴利利 明显领先梁英子 戴利利领先 那意思看着戴利利那气势 要赢 恐怕能赢 何之利益琢磨呀 我去你的吧 上来啪啪啪 好 一通正手扣杀 打着管建华 比分可就拉开了 管建华呢 管建华是山西姑娘 啥西人 他呢 他一开始没太当回事 他还琢磨 何之利今天还挺能演 是吧 好像就是还弄得激烈点 那意思少输点 给他点面子 那无所谓 反正早就说好了 因为张志导跟我说了 他放给我呀 那么这个何之利就啪啪啪扣杀呀 一球紧次一球 一球快次一球啊 球赢啊 这管建华就觉得有点不对头啊 不对头下来 管建华就 就下来捡球的时候 管建华就看何之利 那意思你戏差不多了 可以了 是吧 该让我赢了 咱俩也没必要赢你个 你先赢两局 让我连奔三局吧 咱俩 是吧 没必要废着体力 他下来捡球 他就看何之利 结果他看何之利 何之利可不看他了 别来这套 是吧 一瞅何之利 眼神发直 牙关紧咬 光看球台 可不看管建华 每一个球都是咬着牙打的 哎 管建华说你怎么回事啊 管建华小声叫的 哪有裁判呢 还有其他外国选手呢 管建华叫的 何之利 何之利 何之利不理他 一言不发 哎呦 管建华可慌了 管建华没见过这个 中国乒乓球队就没见过这个 说好了让 他怎么不让啊 他这么大 我怎么赢啊 管建华扭头的想找教练 找张二导 找教练 扭头 怎么样呢 没有 哦 没有 为什么呀 都看戴莉莉打梁英子去了 哎 都在那边 连教练带队友全那边呢 这边安排好了 你们俩玩吧 嗯 管建华可梦了 嗯 节奏大乱 啊 何之利是是是 逮成一拍是一拍 连续得分 嗯 这时候呢 有人过来了 哦 谁呢 嗯 焦志敏 嗯 大解头 哎 哎 这刚才咱们讲了焦志敏了 哎 焦志敏后来为什么走了不打了 嗯 嫁给韩国人安仔亨 哎 一共焦志敏代表中国国家平鸿球队打了八年世界大赛 嗯 这八年里边让了五次球 咱们说的这故事这时候是1987年新的李世平赛 印度 哎 印度 转过年来1988年汉超运会 教练组安排焦志敏让给李惠芬 就是惠君的妻子 嗯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到88年另外一场半决赛是陈静打这个杰克斯洛伐克的叫赫拉霍瓦 嗯 李惠芬赢过这个赫拉霍瓦 赫拉霍瓦怕李贵芬 嗯 怕李惠芬 嗯 这个当时历史上第一次乒乓球进这个项目进奥运会 嗯 这都能让的 没有什么不能让的 嗯 哎 焦志敏有丰富的让球经验 奥运会半决赛他都让了 后来 你讲一讲 嗯 他什么没见过 嗯 八年大赛让五回啊 嗯 是吧 他一看何之力那状态 他当时在场边 他冲管建华大喊 管建华你真打吧 他不让你了 哦 焦志敏当场大喊 啊 好 焦志敏在场外嗷嚷这么一嗓子 嗯 不亚于一声 不亚于一声警笛 嗯 就整个中国代表团都惊了 嗯 因为中国代表团都在那看戴莉莉呢 嗯 都给戴莉莉加油呢 有人就听见焦志敏这声大喊了 嗯 他不让你了 好 熬老一嗓子 呼啦呼啦 大伙回头一看 我看着不对 呼啦呼啦 就人们就全都离开了 戴莉莉跟梁英子这这这桌 哦 就全转移到这边 看何志敏跟管建华来了 教练也领导呀 全过来了 嗯 一个个神情严峻 嗯 都懵圈了 嗯 何志敏在干什么 嗯 他是在向中国乒乓球队 从贺老总定下来的规矩 挑战 嗯 他破坏了中国乒乓球队 二多年来整体作战的传统啊 哎 代表团团长谁啊 嗯 李富荣 哎 上回书 咱们就说了 李富荣三届士兵赛南丹亚军啊 嗯 三届亚军啊 嗯 这里边有两届是放给庄泽东 哎 第一届第三届 嗯 是放给庄泽东 嗯 当然真打赢不赢咱不好说啊 但是 但确实是放 但是放了 成就庄泽东 士兵赛南丹三连贯 嗯 哎 人李富荣士兵赛三个亚军我都放了 嗯 李富荣当时直接走到场边冲盒里打手势 嗯 大领导啊 直接打手势 何之力不理他 不理李富荣跟没看见一样啊 嗯 后来有一球帮打出来 帮的李富荣这边了 嗯 何之力过来捡球 嗯 李富荣压低了声音 严厉的 问何之力 何之力 你在干什么 嗯 哦 好 李富荣也上海人 嗯 嗯 好 上海人不上海人 能来阻散 好 哦 哦 能来阻散 哦 何之力呢 何之力能回答吗 我没说哪一阻的 哈哈 好 敢说这个 何之力没法回答 嗯 哪能回答 哦 何之力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回答 嗯 但显然呢 何之力听见李富荣的话了 哦 看见这些领导和教练的眼神了 都不看那头 都来这头来了 都来呼啦 全过来 刚才这边一个人没有啊 嗯 后来全来这儿了 一个个全在那挡板外边 全都瞪着大眼 盯着自己 嗯 仿佛自己是十恶不赦的罪人 嗯 何之力心再硬 嗯 二三岁的小姑娘 你说他心里不哆嗦 嗯 那是不可能的 嗯 转过身来 何之力可犹豫了 嗯 一犹豫可发不出来理了 嗯 何之力一口气 就当时已经第三局了 嗯 前两局何之力都赢了 哎 何之力一口气 输了管建华十个球 嘿 连输十个 嗯 哎 这个管建华连赢十个 追上来了 嗯 哎 这管建华也琢磨的 怎么着 这个 嗯 这么多领导和教练看着 你害怕了吧 嗯 你还真敢赢啊 嗯 那一瞬间 何之力内心就自己跟自己打架 嗯 赢不赢 嗯 我让不让 嗯 现在我就收手 嗯 只能说我演的比较逼真 嗯 是吧 一输到底 连输三局 我下来我还能跟组织交代 嗯 我要是不让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乒乓球队就没有先例 嗯 何之力是进退维谷啊 嗯 左右拉扯啊 哦 是吧 心里啊 犹豫 心里想着手上可不能停 手上还得招呼着 嗯 还得打 那么就在这时候呢 管建华失误来了 嗯 你管建华出现失误了 他因为他心态也大起大落呀 嗯 是吧 你觉得何之力跟自己玩命真打了 领导一来这么一喊 何之力手软了 哎 那我是不是能翻回来 管建华心里边心态也乱了 他他失误了 这个 这个 管建华连续出现几个失误 嗯 他方寸大乱 嗯 他出了这几个失误 这第三局 这比分就到了20比18了 好 何之力领先 嗯 就差最后一分了 哎 赛点 哎 本来何之力这已经啊 已经犹豫了 但这时候管建华这几个失误 把比赛推到这了 何之力手握赛点了 哎 这时候这球管建华又削过来了 嗯 球一起来 何之力一咬牙一跺脚一臂 我去你的吧 嗯 啪 我何之力豁出去了 嗯 一记扣杀 21比18 嗯 3比0 何之力拿下管建华 嗯 这比赛一结束 何之力过来跟管建华握手呢 哦 管建华真握 嗯 握手 我闻手捂着嘴 嗯 就当时就哭了 嗯 捂着嘴走到场边 刚出挡板 哇 就哭了 放声大哭 嗯 这队友们这时候过来就把管建华给围起来 管建华大哭一边哭一边喊 我被骗了 我上当了 管建华喊的 嗯 这大伙过来赶紧安慰管建华 嗯 何之力这边 这球一完呢 那没人理何之力 嗯 那队友要不然就安慰管建华 要不然就赶紧我回头 我再奔那个戴莉莉那张桌子跑 嗯 那边那戴莉莉跟梁英子还打呢 因为这边3比0结束很快 这边结束了 嗯 那么这个 这个戴莉莉那边怎么样呢 嗯 戴莉莉打着打着 他也蒙了 本来他领先啊 嗯 他局面大优啊 嗯 他没输过梁英子 嗯 打着打着吧 他就觉得 咱们身后教练也走了 哦 这领导也走了 嗯 队友也不看了 都不看我了 怎么了这是 戴莉莉莉梦了 嗯 哎 因为对 那边那张桌子上有人嗷嗷一嗓子 就刚才焦志敏喊那嗓子 嗯 那边喊什么呢 嗯 那桌出什么事了 戴莉莉心头一乱 这乒乓球运游就蛇 对 啊 必须心得特别平静 嗯 心头一乱 手上就乱了 嗯 好 就趁这个机会 梁英子后来居上 起死回生 逆转戴莉莉 梁英子把戴莉莉赢了 嗯 戴莉莉后边发挥失常 嗯 梁英子 进决赛了 嗯 好 何志力这边打完了 就看那边 一看戴莉莉输了 嗯 何志力当场就定那了 何志力本来觉得戴莉莉能赢 哦 优势开局很大 嗯 我赢了跟他打俩中国人 嗯 谁赢了无所谓 谁赢无所谓 他也不会说什么 没想到戴莉莉让梁英子给逆转了 嗯 何志力就定那了 何志力明白 决赛我打梁英子 就这场球 如果说我把失业冠军给丢了 嗯 那自己是中国乒乓球队千股罪人 我何志力这辈子在这圈里 我都翻不过来了 嗯 哎 这个这个队友都上戴莉莉那边 安慰戴莉莉 安慰戴莉莉的安慰戴莉莉 安慰管建华的安慰管建华 哎 好 何志力是反正就他一人 嗯 哎 没人敢跟他说话 没人敢跟他说话 他慢慢慢慢往更衣室走 进更衣室 嗯 没人理他往到更衣室那往那一坐 嗯 好 这边管建华哭 那边戴莉莉哭 哦 哎 何志力也哭了 哦 这管建华放声大哭 嗯 何志力呢 何志力是默默流泪 哎 哎 默默跟这流眼泪 那教练队友 他自己做一小隔间 那教练队友也进来 他看他一眼就出去了 没有任何人理他 嗯 哎 他是那进了决赛的 要跟韩国选手打决赛 嗯 没任何人理他 嗯 何志力看了看 教练和队友的背影啊 嗯 止住背声咬碎银牙 哦 他心里边可明白 跟梁英子这场决赛 他是非赢 不可